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鵝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 花旗參燉竹絲雞 花旗參兩條 竹絲雞100克 獸肉200克 圓肉25克 薑片三塊 紅棗兩個 燉一個 燉一個 我們的原材料 和器皿就介紹到這裡 下面我們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現在我們燒半鍋的開水 將獸肉 進行飛水 拆除燃味和血水 燉出來的清湯 更加香甜 我們現在飛水的同時 放一些竹絲雞 一起飛水 水滾後 那些肉碼 大約是三分鐘時間左右 我們就可以關火 將它撈起 用冷水將它沖乾淨 現在我們 用一個燉盅 放的水量 最好用開水 大約是800至900克 各種原材料 放在椅子裡 放上已經飛好水 沖乾淨的獸肉粒 和竹絲雞 大家最好選擇 滾水做湯汁 這個湯 釋除尊便 如果大家喜歡多些 少些 那些就個人意定 現在我們放好湯水之後 再加上蓋子 就可以燉了 我們將水燒開 我們將水燒開 放在一個水槍上 開滿火之後 滾了之後 燉的時間 用中慢火 燉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 這樣就可以了 燉的過程 最好在中途 加一次滾水 那麼是不會把 咖啡eline露燒到 今天我們這個花旗心 足屍雞 燉了兩個半小時 這樣就應該可以了 那我們把它打開 好香濃的花旗心味 而且湯是非常清淡的 清淡是甜滋的 很香的肉汁味 這個時間調上鹽 其他味料就不需要了 這個湯清甜 滋潤 一家大小, 男女老小 這個湯都非常合適 如果大家喜歡 再加你做些品嘗 喜歡這個視頻 請記得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現在筆出來 讓大家看看成品效果 調上適量的鹽就可以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 你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群組 多謝大家 請訂閱, 訂閱 大小,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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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